針對相關的不明金流 甚至有消息傳出達到上千萬元 但柯文哲就此回應說 如果真的有千萬金流 他自己就好命了 何必來當這個董事長 不過我們要來告訴您 其實假如說真的要行訴這些金流 隱藏起來的話 海外資金會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被問到敏感議題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打去自嘲 四兩撥千斤 正因如今週刊在踢爆 柯文哲有超過千萬的不明金流 直接成了檢調抗告殺手箭 相較阿伯頻頻閃躲飄 黨發言人道士直球對決 隔空槓北檢 究竟有沒有神秘金流留下大謎團 只是看看過去眾多貪污土利大案 檢調最難追查的就是金流 而長錢手法更是五花八門 最神秘的就是透過海外賬戶 騰諾金流 海外公司對海外賬戶 在國內你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對台灣人的司法單位來講 檢查機關來講就很難查 海外銀行的賬戶來收這個匯款的話 也是一個很好的斷點 儘管難以追查 不過透過海外賬戶洗錢 仍會留下金流足跡 真正接近萬無一吃的方法 還是得透過一捆捆的橡皮金錢 以現金製造金流斷點 記得陳議員那時候收了 一二十億的新台幣的陷阱 或者租一個保全非常好的房子 把現金放在房子裡面 因為扁岸之後 租保險庫就很容易被看到 所謂橡皮金錢能最大限度 隱匿金錢流向 其中不乏是先在海外點交 後續再透過各式管道進行移轉 舉番藝術品以及新興的虛擬貨幣 都能成為洗錢媒介 如今證件手段層出不窮 更讓減掉單位防不勝防 系列中不窮 MING PA-A MING PAO Shift MING PAO T Florian MING PAO T Soon